X21的發表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踏少女人 我們今天呢 在 Vivo X21 的發表會現場啦 那 X21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最大的亮點就是它是首款支援螢幕解鎖的手機喔 怎麼說呢 我們直接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它這邊有一個螢幕解鎖的圖形有沒有 我們就按壓下去 甚至呢 它就會順利解鎖啦 那它呢 這次是把螢幕的指紋的感應器做在螢幕底下 那我們只要透過就是這樣子按壓 然後它產生這個光線 就會傳送到底下的指紋辨識器 就可以順利解鎖囉 OK 那既然呢 它是首款支援螢幕解鎖的手機 你就可以發現它不管是在正面啊 或是背面的機身上 其實都是非常乾淨 沒有挖任何的洞的 那它的背面的機身呢 其實是用四曲面的3D玻璃 然後我個人覺得摸起來有點滑滑的 咕溜咕溜的感覺 然後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薄一些些 手感也蠻不錯的 那它正面的話呢 它是採用6.28吋 然後19比9螢幕比例的 這個全面屏 然後上面有一個小小的瀏海 然後這次呢 它們在螢幕上面有加入了就是P3廣色域的那個技術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整個色彩是非常鮮豔的喔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螢幕指紋解鎖之外呢 這次X21也是有這邊臉部解鎖的 那它一共呢 會偵測你臉上1024個偵測點 然後會 據說可以有到0.01秒的解鎖喔 但因為今天我們想要拿的是DEMO機 所以沒有辦法實際示範給大家看 那另外呢 它們還有說這次它們的臉部解鎖有加入就紅外線的解鎖功能 即使是在光線非常暗的環境下也可以雙體解鎖喔 再來呢 帶大家看一下這次Vivo X2C它的拍照功能 這次呢 它的前鏡頭是1200萬畫素 然後背後的雙主鏡頭呢 是1200萬畫素搭配500萬畫素 那這次它們在拍照的地方呢 有加入非常多AI功能 像是可能在逆光環境下 它們可以自動去調整整個照片的成像 讓它看起來是非常有層次感 然後呢 在美顏的部分呢 它也會自動幫你偵測你是男生在自拍還是女生在自拍 如果是女生在拍的話呢 它可能就會自動幫你瘦小臉啊 然後眼睛變大 還要變得比較白皙等等的 那如果是男生在自拍的話呢 它可能就會加強你五官的深邃度喔 那另外這次它在你相片編輯的部分 你也可以依據可能你想要的效果去調整不同的燈光 像是可能有立體光啊 然後攝影棚光等等的 然後這次呢 除了在拍照的部分 它在錄影的地方也是有支援 你可以加入美顏啊 還有濾鏡等等的效果喔 最後呢 這次的VIVO X21 它是搭載高通商用660的AIE晶片 然後是配備6GB的RAM 加上128GB的ROM 然後電池容量呢 則是3200毫安時 那詳細的規格表就立在這邊給大家看啦 那這次呢 在台灣只會推出這個黑色的版本 然後售價已經出來的是16990元 會在這個禮拜五 就是5月4號正式開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看看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要給我們一個like 還要訂閱 訂閱它上面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通知 才可以收到我們第一手消息喔 下次見啦 掰掰